你認為是杜梓獻 你真聽是杜梓獻 我 Rich... 你會不見你 你址你 你是竟然麻較 這 trat journalism 這位女士 那麼激動 說些甚麼呢? 有人4月20號 上載這條片 去 社交平台群組 狗呆呀 狗耆專 受委屈了 看到港鐵車廂入面 一隻帶上杜梅安的 黑色大布拉多杜盟犬 怕在失明女主人腳邊 不過 就有個 Husqari 我多事 一念嫌疑 你只是什麼這麼動蠣 你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隔壁乘客看到這樣的情況 可能都受了驚 那邊有問題 我突然怕 但是過伯還繼續質疑 我不是信任 你是不是有問題 你是不是有問題 我眼瞞就看不到你 你眼瞞我眼都沒有瞞 你看不到 過不出聲過不出聲 影片被封傳近千次 不少網民留言都說過阿伯 無知真是好可怕 什麼年代啊? 動蠻犬都不懂 甚至有人說 香港的人為什麼在哪裡這麼低質 就算大陸都不會這樣 也都有人同情好乖口 繼續緊守崗位的動蠻犬 狗狗眼神很無奈 動物為人服務得到感應的回報 人類是不是應該要苦心自問 為什麼總是這麼自私 和不懂得尊重她的生命 其實香港盲人輔導會 都有教導市民 怎樣分辨盜蠻真偽 第一是看九隻品種 盜蠻犬通常都是拉布拉多 或者金毛尋迴犬等等大型九隻 第二盜蠻犬工作的時候 一定會帶上盜蠻安 第三如果有懷疑 可以要求視障人士出示盜蠻犬身份證 評記會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發文提到 雖然目前殘質歧視條例 沒有明文禁止歧視帶有盜蠻犬 或者其他提供輔助動物的人 但是根據條例 如果任何人士拒絕視障人士 攜同盜蠻犬進入 容許公眾人士進入的處所 或者拒絕向視障人士提供服務或者設施 是有可能被視為違反條例的 港鐵回覆我們查詢就說 翻查近日紀錄 未有收到相關的乘客返影事件 而視障乘客可以攜帶 盜蠻犬進入鐵路處所範圍 輔助他們使用鐵路服務 希望乘客以關懷態度 體諒不同需要的乘客 共同創造舒適和方便的有線乘車環境 至於警方就說 4月20日當日 沒有接獲有關事件的報案 盜蠻犬為視障人士開牢 出生入死 希望大家都不要再帶有歧視的目光對待他們 大家都可以主動去認識和了解多些盜蠻犬 令他們可以融入社區 大家又怎樣看這一件事呢? 歡迎留言討論一下 記得CRS 喜歡我們的影片 還可以做付費會員支持我們 下支影片再見 以下是一則由Channel C阿姐發出的重要廣播 有大件事 Channel C 淑骨姐出生了 我這位阿姐這麼有份量 都是重140g 輕過一包紙包飲品 188元 讓我可以參與大家的人生 和你遮太陽擋風雨 快點按進資訊欄裡面的連結 帶我回家吧